我今年22岁 遇到过很多人 也碰到过很多事 你经历的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但我经历和承受的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没怎么上过学 从初一的时候就说学在家 那个时候也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 直到后来接触了Hip-Hop 我喜欢Hip-Hop 喜欢音乐 也喜欢free style 我喜欢所有人聚在一起 围着音响一唱唱一晚上的状态 我觉得学历跟学识是两码事 有些东西是上天给的 你不能左右它 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努力 从而改变命运 Hip-Hop的话 我喜欢它其实就是因为帅 瑶 瑶 瑶你让我真的往生地说的话 它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小时候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 台下占满成千上万的人 而我站在聚光灯下 所有人都给我欢呼 但直到我做到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业霸除了红花会 在我眼里真正吊得不超过三个 The Jungle Love 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物净天择事者生存 说白了就是弱肉枪食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走到现在 如果你把我当偶像明星 当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来追的话 那抱歉你就失望了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也绝对不是坏人 时代在进步 Rapper在进步 听众也在进步 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完善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音乐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有自知之明 我清楚我的实力什么样 我也知道我可以走多远 所以这一点我从来都不担心 在生活中 我是一个自由散伴的人 对未来没有规划 对自己也不上心 兄弟几个聚在一起 玩一天是一天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爱的东西活着 我也一样 我爱我的家人 爱我的团队 爱我的兄弟 爱我的粉丝 我知道我的出现 可能不能改变什么 但我知道我是最特别的那一个